第十四題第十四十五題是題主 子豪做電解硫酸酮溶液實驗如幼圖所示 他在兩極分別接上石墨棒和銅棒 以至一段時間後石墨棒周圍產生氧氣 是回答下列第十四到第十五題 第十四題是問 關於本實驗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我們看到呢甲這裡會產生氧氣 我們知道以碳棒為電極 正極會產生氧 所以我們就知道甲是正極 那麼乙就是負極 而我們也曉得乙是負極的時候 不管用是碳棒還是銅棒 我們的反應都是呢 銅離子得到電子 然後變成銅 於是乎呢 我們就發現說 A選項石墨棒是接到負極是錯的 石墨棒這邊是正極 那因為我們的銅離子反應變成銅 所以它會減少 所以顏色就會變淺 所以B選項說 硫酸銅顏色不變也是錯的 那我們看到 我們的乙這邊的反應是銅離子跑過去 得到電子變成銅 所以銅離子是會向乙 電極就銅電極移動 所以選項C是錯的 看到我們這邊所取的反應就知道 選項珠是對的 所以第十四題問我們說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我們答案選的是珠 銅棒上的反應是為 銅離子得到電子變成銅 我們到這一點點 對這一點點 我們會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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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